國民大會在YouTube上面 有自己的專屬頻道 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電腦 電視螢幕上面 右下方有個QR Code 請大家拿出手機 掃一下就可以加入 我們TVBS新聞網的APP 提供你最新的新聞 剛剛討論到戰機的失事 最近台灣的戰機失事 次數實在太過頻繁了 所以就有一派的人討論 這一派包括誰 包括了吳一農 他也說 我們失事了 就是因為台海的狀況 太複雜了 戰機一直來 共機擾台 可是國防部一直告訴我們 東部的失事 其實跟共機擾台 一點關聯都沒有 我到底要相信誰 我們先來這樣講 今天要檢討一件事情 我們要反省 要冷靜理性 人討不討厭是一回事 譬如說胡錫進 就是一個討厭的鷹派渣男 絕對同意 現場沒有人同 沒有人會不同意的 我覺得他真的不應該 再講這種話了 他就渣男 你都要有什麼期待 但他也是渣男 特殊渣男 好 等等 我們要講 吳一農在這個時候出來講 隨著共軍不間斷的侵擾 飛官後勤戰備訓練的壓力 日益加重 這個話對不對 這個話對 但是跟這一次的失事 有沒有密切的關係 非常值得討論 因為我們的飛官後勤 的確壓力都加重 戰備訓練的壓力也加重 但我們東岸所進行的 是因應共軍擾臺所進行的 戰備訓練 其實我真的非常困擾 因為金正記者 還特別去問了蘇貞昌說 吳英龍講的到底對不對 蘇貞昌還繼續罵 對 就是中共在逼我們 逼得太過分了 可是國防部長根本 國防部的副部長 之前根本不是這樣說 我們來聽一下這些人的說法 同時也譴責中國 對於區域和平 肆意破壞 對台灣施加壓力 大家應該同處抵開 團結對外 東軍擾臺會不會造成壓力 所以就只有了壓力 因為在西南空域 他來的是哪一種機型 我們都會相對應的 用哪種機型去對應 譬如說他來的是曼蘇姬 我們就會曼蘇姬去對應 尤其在西南海空域 我們對應的主要兵力是 嘉義以南的基地的飛機 都沒有動用到花蓮基地的飛機 花蓮基地昨天的這個事情 也是例行性的訓練 月航訓練 這是我們每個月都要執行的 所以說跟所謂的 西南海空域是毫無關聯 所以蘇貞昌跟吳英龍 他認為是有關聯的 可是我們的國防部 告訴我們是沒有關聯的 我們先這樣講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遍 情緒不可以置於檢討之上 你討厭胡錫進 討厭中共 沒有問題 討厭解放軍沒有問題 但我們這一次的失事 要檢討的是 那這是例行戰訓任務 還是我們因應中共老台 特別加上去的 因為我們這樣才能檢討說 壓力是不是太大 飛機是不是太老舊 這個東西是不是直接相關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是政治語言 這是政治語言 那這個邱代山講的 也是政治語言 那我們要看 總統講的不是政治語言 總統講的是場面話 可是其實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蔡總統最近這幾次的 軍方出事 有一句話他不再講了 什麼 沈一鳴的時候他有講過 我們要讓漢市不會再重演 可是最近兩次都沒有講了 不是 你知道我看了 才覺得遺憾 為什麼 好 我們來看第一線的人 邱國正講的話 他現在越來越政治化了 就是的確壓力一直有 毫無疑問 否則我們幹嘛要戰備訓練 可是張哲平講的 他就比較像技術官僚 他講的意思是 西南空域如果來運發 我們就派慢速機 如果來歼20 來噴射機 我們就派噴射機 所以今天如果是 他來了很多反潛 偵測電針機 那不會用戰鬥機去對應 那重點是我們的兵力派潛 不是由嘉義以南的基地 不是用花蓮基地 花蓮基地就是培訓 訓練 在那邊提升戰力的 那好 你後面這個事情 國防部也講 好... 有一些消息什麼公司 就是指訓會有 朱大媽 我問你一件事情 有時候訓練或者勤務之間 互相排擠 如果今天包括我們要對付 共機的時候老台 我們派人上去守著他 是 相對的 因為他勤務加重了 其實包括後勤也加重了 會不會相對的也影響到這些 本來應該是看起來 是沒有關聯的 可是他可能有連動 我們必須要講 以目前的整個軍備的安排的話 這邊任務多就影響嘉義基地 或是影響清泉岡基地 但是花蓮基地這邊不會 除非他被迫人都調過去 否則他沒有受到這半邊影響 因為你這樣才能保持戰力 你不能把所有的人 通通都調到西岸去 然後所有人都來應對 所以軍方辛苦不辛苦 非常辛苦 尤其是西南空域的負責基地 可是另外一邊 我們還在進行我們的戰備本物的時候 那今天要討論的就是 是不是我們有系統性的問題 也就是這幾次的墜機失事 怎麼會我們的死亡率比較高 我們的失事率也比較高 那這個難道要說是解放軍詛咒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們才會說大家冷靜下來 討厭共產黨 討厭解放軍 跟你找到真正的理由 我們把它區隔開來 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教官要特別問一件事情 這個到底有沒有關聯 譬如說東部的戰機出世了 跟西部西南海域共機者落台 我們頻頻的出任務 壓力很大 這中間有沒有直接 或者間接的影響 如果朱大不了解 隨便講 我就還比較放心 如果是政治人物 尤其是政府高官 我覺得你必須要對我們的軍力 跟部署 兵力部署 要有相當的認識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們講的自航基地 這個飛機是早期的飛機 這飛機的現在作用 主要是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的飛機 它是不會出任務 去做什麼攔截 或做什麼樣的 這個新南空運去攔截 是完全不搭咖的 教育訓練飛機是因為 我們從官校畢業 飛了這個噴射教練機之後 進階到這個自航基地 做一個轉換的訓練 所以這個飛機如果手無腹肌之力 請問你是要去拿機器 去打人家什麼東西 拿空宿管去戳敵人嗎 所以基本上這個不是 最主要自航基地 它並不是肩負的作戰任務 教官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 譬如說有些人要訓練組了 才可以跑去派到第一線 可是因為攻擊一直來一直來 缺少人力 不管是飛官也好 或者是後勤的人也好 我們可能就把這些人 先讓他派上戰場 也影響到後面在訓練的這些人 有沒有可能 應該是說這些基礎的飛行員 他是學這一個進到 跨街道二代飛行員 F16 幻象2000 或進化戰機的這個跳板 所以他在學的是 各種戰術戰法的演練 所以我們講 他是訓練單位為主 他不會有所謂的 共機頻頻繞台的這些困擾 他只能看電視 或聽一些訊息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心態上 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飛官 你剛才講到心態 因為之前2月的時候 有傳出一篇網路的文章 我們軍方認為說那是一個謠言 但是他說有個飛官說 就是因為蔡英文的 兩岸路線的關係 所以這個兩岸之間 發現這麼多狀況 請勿多到讓他想要提早退伍 退休 軍方有可能有飛官 有這樣的想法嗎 我相信現在是自由的言論世界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 都有發言權 這個不排除說有任何的可能性 你的學弟們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相信在空軍的飛行員 我們的養成教育 跟我們的對國家忠貞的 這一種態度 尤其是飛行員的明顯 他的忠誠跟他的相關的這一方面的 對國家的這個 怎麼講 今天真是絕對不會動搖不移的 沒有問題 不會因為執政者 他的路線會有任何的辭議 沒錯 因為我們是國家的軍隊 而不是哪個政府的軍隊 換句話說之前 我這邊特別講一下 F-5戰機近年失事的 有部分就是2011年 就逐年每一年都有陸陸續續出現一些意外 但是到了我們特寫一下這邊 2011到2020 將近9年快到10年中間 F-5系列戰機都沒有出事 有人說這個跟政治上有一些關聯 其實這個就證明了 就是說這個飛機 不管你是新的或舊的 只要例行正常的保養跟訓練有數 基本上都不會有問題 這個時候非常的安全 這個是如庸置疑的 就看我們很多的失事或重大的意外 大概90%以上都是人為因素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很少所有單純的機械因素 導致這個機會都非常的小 好 另外一方面 中美會談轟轟烈烈 尤其是中國方面 讓大家看到 罵了16分鐘 很多中國人拍案叫絕 非常的精采 覺得很棒 可是另外一方面 在這個中美會談裡面 大家意外的發現 中國共軍的這個軍艦 居然派了三艘武力相當強大的 派到日本海了 在過去其實就是阿拉斯加了 讓大家非常的吃驚 所以中國他們這個代表 發火的時候是有底氣的嗎 不過昨天也看到美國的軍機 有史以來飛進中國 飛得最近 這是兩件事情 讓大家很差異 第三件事情就是美日同盟 已經發表了一件事情 傳出來他們兩邊的國防部長說 如果台灣有事情 美日會互相的合作 這三件事情到底要怎麼看 我覺得我們先從所謂的 這個美軍盛拿機開始看起 就是大家應該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就是從去年開始 不管是船艦也好 飛機也好 其實我們的新南海域 然後包括整個空域裡面 包括甚至在南京外海 一直都會有所謂美軍的 這樣的一個飛機在進出 所以外交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看 外交其實是多層次的 所以當我們看到他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鼓掌 還是我們應該要去探究 就是說奇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美軍要推行到 所謂的這個中國的沿岸來 他到底在看什麼 或他到底在做什麼 某種程度上一種是表態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飛行模式 有很多是在表態式的飛行 那包括什麼 為什麼他飛得曲曲折折 然後最後逼到這麼近 破了機路之後就回來 所以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有另外一種解讀就是說 因為這是什麼 這是中共的智庫單方面的揭露 它的一個飛行軌跡 可是這裡面有沒有人在跟他伴飛 有沒有人在跟他在玩 所謂的這種空中飛行的這種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我個人認為是有的 因為這個空域裡面 基本上就是 我們常常會聽到國防部講說什麼 又有飛機過來 又有飛機在這邊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福建的沿海 所謂龍田機場跟惠安機場 它一直在擴建 它有在做所謂的無人機基地 然後還有在做所謂的 磁戰機聯合攻擊的這樣的一些演練 所以P8A來這裡 也有可能它的目的是在幹嘛 它真的是在做所謂的禽獸 它在做這樣的一個禽獸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整個 我們在看外交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軍事跟外交兩個是聯動性的 當我在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衝突的時候 我能不能夠在其他地方 再找出什麼 再找出一個新的可能性 所以最好玩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今年開始 當日本對海經法這件事情 有很大的疑慮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就是說 海警船有可能跟所謂的 海上保安廳 會不會有所謂的衝突的 這個狀況的時候 海警跟海上保安廳 這個是第一層次的衝突 因為它不是什麼 它不是軍方對軍方 它是武警 武力對武力 它是所謂執法者 就警方對警方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新的可能性 很特別的就是說 共軍開始穿越所謂對馬海峽 它到底意指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在海面上是這樣 但是其實更好玩是什麼 在空中發生什麼事情 在空中我們看到 俄羅斯的轟炸機 也在往日本的空域在飛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 所謂的中俄之間的一個聯動 為了去對抗什麼 為了對抗說 剛好美國來所謂日韓 去做一個所謂戰略上面 這樣的一個溝通 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但也有一說說是中美會談的時候 這一些軍方軍事力量在背後撐著 楊潔篪是比較有底氣的 比較有底氣 這說法成立呢 我個人不太認為是這個樣子 但是應該這樣講 談判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所謂的軍事細節 跟軍事行動 都有可能影響所謂談判中的過程 所以當我們在談判的過程的時候 日本 你就可以看到日本 美日之間的連結有多深 所以當你開始對日本推動的時候 日本會對誰推動 日本會對美國推動 所以過去我們在講說什麼 日本要求美國表態 也就是說當海經法發生衝突的時候 請問所謂的Sankaku 他們講的間隔群島 我們講釣魚台 到底能不能夠列入 美日安保的範圍之內 這件事情 日本就一直在推動美國 在講這件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本在推動美國的過程裡面 然後在他們會談之前 又出現一件什麼事情 北韓開始向美國叫板 但北韓就有可能是 中國在後面推行他 在會議之前 再做一個叫板的動作 所以外交是一招一試的 你可以把它對應著看 你就發現說 在談判的過程之中 前面是什麼招 後面是什麼樣去做應對的 陳時中買疫苗 他不願意接受立法院的監督 但是他在節目上 居然講了一個驚人之語 他說國民黨會監督是因為 事實上他們真的買貴了 但是買貴人怎麼樣 反悔也來不及 這句話讓人家驚呆了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